中國跟北韓的所謂的血濃與水的革命情感 過去60多年以來的話 確實經過很多的變化 然後近幾年來 特別是近來25年的話 可能說這個小老弟給老大哥帶來很多的麻煩 但是老大哥也在小老弟製造麻煩身上 取得了很多的外交上的籌碼 比如說先前這個克林頓政府的 不是克林頓 歐巴馬政府 克林頓政府這些所謂的六方會談也好 或是agree framework也好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著眼點就是 以中國作為一個斡旋者 那每一次到了這個國際對北韓壓力很大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外交部長或者是決策者就會出來講一些空話 就是說希望這個朝鮮半島能夠和平 然後希望能夠對話等等 那我覺得這次這次這個所謂的這個金正恩的這個驚奇之旅 小老弟 北韓小老弟這稍微示意一下的話 可以重新拉高中國在朝鮮半島事務上的一個身價 同時呢 因為川普總統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這個北韓問題跟這個貿易制裁啊 就對中國的貿易制裁等等這些 還有南海問題全部都掛在一起談 所以這個時機呢跟這個順序呢 也讓中國感覺到父輩再敵 所以如果說能夠把小老弟拉過來的話 也可以增加他對美國周旋的一個籌碼